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财尽在运通 欢迎收看财经之谷 今天台股在周末效应之下 整个外资放假又周末效应 成交量只有520亿 无量便无价 瑕福震荡 买盘承接力道弱势 当然没有量之下容易跌 那今天我们回到看 整个大盘的成交量 已经来到多少 525亿了 525亿也逼近了王老师跟各位讲 就是这一个点 9058 今天来到多少 最低9078 还有20点 我说过来到这里才会有转折 到这一根的时候 大盘才会有可能 才会有反弹 反弹以后多方才会涨势再起 所以昨天我跟各位讲了 各位有没有看到 昨天王老师跟各位讲过了 各位回来看整个大盘 昨天王老师跟各位讲说 这四根的K线叫做一心二因 一心二因为中继再跌 昨天的低点不是低点 还有更低点 昨天的低点不是低点 还有更低点 那代表昨天指数绝对不可以做多流仓 因为还有更低点 那来到这里的时候 接下来下礼拜将要面临多空表态 多空表态我跟各位讲到 来到这里9058就准备多空表态 那多空表态里面各位你可以看到 整个大盘成交量还是集中在哪里 你看一下 电子 电子 砂盘力道在哪里 各位你去看嘛 主要还是在于金融嘛 还是在于这些塑化嘛 就传统产业嘛 今天跌幅最重你去看这些结构去看 电子跌多少才0.32 之前长多的包括塑胶 包括水泥 或者是电器类 长多的钢铁 各位都是跌幅比较重 那电子有跌吗 电子才0.32 你再回来看上柜的 上柜的有跌幅很重吗 上柜的他每天还是多方尝试去做攻击 只是没有量 无量变无价 每次收低而已 他多方还是尝试去攻击 代表上柜电子骨拉回的幅度力道强吗 不强啊 很多上柜电子骨我讲过 你去看 今天每天在跌 上柜电子骨每天是不是轮动轮涨 每天最少都有10档以上在涨停板 他都在轮动轮涨 就告诉你什么 上柜电子骨在这里 他就是一个轮动轮涨嘛 强势骨拉回 我们讲说 以前我们读地理课本的时候 形容贵州的地理环境 常讲说 天无三日情 地无三里平 那强势骨也是一样 电子小型强势骨 拉回也是没有三日走跌 连续集叠行情 如果一档小型骨 如果它是强势骨 拉回它会不会连续三天集叠行情 不会 只要是强势骨拉回 没有三天走跌 集叠行情 如果三天集叠那就告诉你 这是天上掉下礼物 你要站在多方 好的股票来涨多了一定会跌 跌多了一定会涨 它一定是这样 不可能一飞冲天 现在没有量 你要叫它一飞冲天 一驻晴天 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 好的股票涨多一定获利回吐 涨多之下 你就获利为先 落贷为安嘛 所以股票在涨的时候 你要特别注意 你看一下 昨天跟各位讲到了 这些股票在涨 各位 大甲嘛 大甲昨天我好是跟各位讲嘛 获利先出嘛 对不对 它今天是不是跌下来了 当然跌下来 因为涨多嘛 它也是强势股 涨多之下 你去看一下 昨天爆量嘛 我跟各位讲过 昨天爆量 爆量之下就先怎样 先退场嘛 各位 是不是先退场 今天就拉回来到21.5了 今天回到21.5 那涨多了 一定会有获利回吐 我们讲说 树大必有枯枝 人多必有白痴啊 对不对 股票啊 涨多啊 必有获利回吐啊 那涨多了 它要不要回吐 爆量了嘛 爆量一定要怎样 要整理嘛 那涨多之下 它一定会产生获利回吐 获利回吐的时候 你就获利为先嘛 落贷为安 但是有的股票 我讲过 它一定啊 量能不出啊 这些小型股啊 电子的成交量 刚刚跟各位讲 从本周开始啊 它的成交量 都在六成三以上啊 甚至高的时候 达到六成八 之前传产金融 在涨的时候啊 成交量只有五成五 甚至只有五成 但是现在有余 我们讲说啊 有量便有价嘛 对不对 有量一定有价嘛 我们讲潜水无大余嘛 深海才有巨怪嘛 所以有量的个股里面 它就容易轮动轮涨 但是没有量的 涨多的 你可以看到这波的金融回挡 各位你先看一下金融 国泰金啊 对不对 涨多了嘛 昨天是不是获利回吐 对不对 富邦金嘛 是不是涨多了 它是不是获利回吐 它一定要短线啊 拉下来获利回吐以后 接下来就是什么 当然就是电子嘛 金融传产 你看一下这些啊 台塑三宝 各位你去看一下台塑三宝 台塑也好 台塑化也好 对不对 这些都是涨多了这样 获利回吐 那资金啊 就这么一套 当资金从金融传产 测出来的时候 一定就是往电子去走 所以电子的小型股 来讲话 短线啊 它就是一样 轮动轮涨 轮动轮涨 你就静观其变啊 强势股啊 我刚刚讲过 包括这些股票 你去看一下 它是不是还是一样 相对强势 胜利 各位 它是不是相对强势 对不对 它还是持续在怎样 在走涨啊 各位 它还是持续在走涨啊 强者很强 我昨天才跟各位 各位讲 大盘是这样子啊 大盘是这样子 拉回来 你选股啊 你要选跟大盘 不同方向的 有没有 你像大甲 它是不是跟大盘 不同方向 它是不是跟大盘 不同方向 对不对 这些个股啊 包括环球金 已经获利出场了 各位 环球金也是啊 今天拉回来又怎么样 其实它拉回来 我来告诉你一件事情啊 我们来解释一下环球金 各位 你回来看一下环球金 它现在这一根是什么线 你告诉我 这一根是突破 这里高点的叫突破线 现在股价都在突破线之上 做什么 做震荡 你拉回来会有多深 最好是回到突破线 对 回到突破线 它就告诉你说 机会又来了 它又要准备转折了 所以在这里 你就静待它 等待它拉回嘛 涨多一定会 现在没有量嘛 涨多也涨一个波段以后 它一定会拉回来 整理以后才会上嘛 这些个股都是如此 对不对 当初的赚钱 转折上去的时候 你去看一下 它是不是如此 涨多了它要不要整理 涨多了要不要整理 当然要整理嘛 涨多了它一定要整理 那既然要整理的话 你就站在多方先退场了嘛 对 先退场观望了 这些都是一样 赚钱也好 环球金也好 各位你看到这些都是 大甲也好 对 包括有威克啊 各位 它还是强者横强啊 它有跌吗 你告诉我 大盘现在是这样子啊 对不对 大盘现在是这样拉下来 对不对 拉下来一波嘛 它有跌吗 各位 它还是一样啊 八方吹不动啊 强者横强 强势骨就是什么意思 涨时容易涨 跌时会相对抗跌 所以当你看到 大盘是这个走势的时候 这些的强势骨 它还是这样 相对的强势嘛 对不对 会不会八点三五啊 对不对 我说过一档 赚快五千块了嘛 你自己算 投资报酬率多少 两成了嘛 对不对 二十%了嘛 但是它就是在这 高档高姿态强势成理 相较于大盘为强势 那为强势股票 它绝对容易一涨难跌嘛 它一定是一涨难跌 所以很多股票 我讲过啊 在这里大盘量能不出的时候 接下来各位都知道 圣诞节完毕以后 就元旦了 要跨年元旦 元旦过了 就是农历年了 这一个月啊 大盘量能啊 要能够释放出来 不容易 但是啊 你有没有看到啊 各位你去看一下 你有没有看到 有多少的个股 强势股在这轮动轮涨 对 强势股拉回 你看一下月峰好了 它拉回来 对不对 拉回幅度会很深吗 这个叫做什么量 各位 你看一下 这又跟大量做支撑 有没有看到 连续跳空以后 大量做支撑 回到大量的时候 就是突破线一样嘛 突破前高嘛 回到大量的时候 它就会转折嘛 你一样化弧路 你去复制是最快成功的捷径嘛 所以你看它这里是有大量 突破线 它有一个突破线 突破量 那你回到突破线 它突破量会转 那你就应该知道 接下来 这个环球金 它的大量在哪里 它的突破线在哪里 它的突破线在这里嘛 它突破线在这里 那就告诉你说 拉回来你去复制嘛 等它回到这个突破线的时候 就好像我刚才跟各位讲 月峰一样嘛 是不是回到突破线的时候 这一根突破线的时候 它就容易怎样 就容易转折嘛 就去复制嘛 你去找复制啊 这些强势股的走势啊 这些啊公私派也好 主力也好 财狼虎豹 法人也好 这些操作手法 可以说啊 速度空七十二遍 你辨不出如来佛手掌 K线也是一样 你千变万化 你也进在魔法K线里面 所以你辨不出如来佛手掌 它凡走过一定留下痕迹 变盘一定有征兆 转折一定有机养 所以你可以从里面去找到什么 找到这些股票 可以找到这些强势股 有威克也好 对不对 赚钱也好 各位你自己去看 对不对 环球金也好 对不对 还是大甲也好 对不对 还是胜利也好 哪一档不是本坡最强势的股票 都是万中选一 这就是我跟各位讲的 你就是跟着脚步 跟对人走对路 李嘉诚讲 就是你就找到财富 然后王老师也告诉你说 你既然要跟对人走对路 还有一个就是负责 负责是找到财富最快捷进 这些走过一定会有痕迹 操作手法 我跟各位讲过 就像速度空七十二遍 你变得出如来佛手掌吗 你变不出 那你既然变不出 凡走过都留下痕迹的话 每一个转折跟迹象 都是一样的话 那你去复制的时候 你一档一档去复制的时候 你就看到 各位 182 各位 今天胜利来到多少 会员还在续报 今天来到203 各位203 今天来到203 一档21块钱 大甲你去复制 跟着脚步 对不对 2.4块钱 我说你不用买多 你买10张就2万4 对环球金也是一样 99.5开始进场 对不对 像100多了各位 赚全也是 你去复制嘛 一张赚10 1万块嘛 你两张 买两张就赚2万嘛 有威克一张要赚5000块嘛 你买个10张也就5万块嘛 这些都是强势股 都是这样 轮动轮涨 这些去复制 你就很容易发现说 这些股票在大盘没有量的时候 资金就只有一套28法则 八成的量就集中在那两成的什么股票 这两成的强势股就相对大盘 当大盘是弱势走跌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些大盘 有没有看到 它在弱势走跌的时候 这些个股啊 它都是这样 反而是这样 强势上涨 这些个股啊 反而都是这样 强势上涨 不是吗 所以啊 我会再讲 没有不景气 只有不增气啊 对 没有好难做 只是因为你没有工具 所以你觉得 觉得好难做 不会做 所以如果你有工具的话 你当然在这里好的股票 就很容易讲 尽在掌握之中嘛 但是一个心态很重要 我常讲说一个态度 决定你高度跟深度 还有财富 如果你态度对你去找方法 成功人是找方法 失败人就在找借口 你找到方法 就找到财富嘛 所以借口 找借口的 我常讲 嘴巴常在讲说 早知道早知道 投资朋友 其实你是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能够 有舍就有得 就有些股票啊 你的股票套得很深 或者在这里 完全没有反弹的契机 抱到最后流来流去 流成仇 甚至会断头 那你舍得重新开始的话 你会发觉 把旧的停损掉 换去新的股票 跟着王老师的脚步 你就可以看到 包括胜利 包括大甲 包括赚钱 这些啊 你都可以看到 它这样 直接涨 那你之前啊 股票在这里 不是可以扳回损失吗 各位好好思考一下 我们先进段广告以后 再回来 数位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 数位超一名 生活更happy 各位投资朋友 特别注意 在本周六的时候 下午早上 10点到12点 在高雄 下午2点半到4点半 在台北 星期天 在台北啊 记好 台中是下午2点半 台北市啊 是礼拜天 下午2点到4点 把握这个机会 作业有限 除了王老师要告诉你 第一机啊 哪些个股在这里 会风起云涌之外 最重要是啊 标股布局啊 强势标股 准备波段获利进场 要跟上脚步 来现场王老师说清楚 讲明白 告诉你 没有办法来现场投资朋友 王老师比照现场优惠价给你 古海茫茫千变万化 多空趋势如何掌握 其实 您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启发头顾 卓越理财团队 整合优势资源 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 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选择 永远只有一个 启发头顾 02-2389-5489 2389-5489 启发头顾盘中收费语音 0204-58966 0204-58966 投资理财是一辈子的事情 启发头顾用最细腻的心思 为您做最专业的分析 稳定的投资控管 涨势做多 跌势做空 灵活的资金运用 顺势多空 双向操作 带领您避开风险 追求最高取消 给自己一次积极创造财富的机会 致富之路等您来加入 启发头顾02-2389-5489 2389-548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触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迹 Choose Your Own Life 额排七米床 好 欢迎来现场 我们会来看 整个大盘 今天来看的话 台股还是相对弱势 相对的弱势 台股短线我讲过 跟韩国是完全的这样 短线脱离了贝离 韩国你可以看到 短线跟台股是贝离的 台股呢 完全贝离 但是我又在讲说 贝离得了一试 就贝离得了一试 贝离不了波段 就是说台股跟韩国 这一路来讲 都是完全几乎联动 你去看周线最明显了 它周线就告诉你 我要是用周线给各位看 这是台股 对不对 韩国呢 就是这样震荡 跟台股一样 你再看最近的这一波涨势 各位 你再看这一波涨势 从去年啊 今年一月份到现在 跟台股来比较 台股是不是比较强势 台股是不是比较强势 现在告诉你一件事情 是什么 台股现在要跟韩国去联动 就因为台股前面涨比较凶 所以台股现在比较弱势 韩国反而是相对强势 但是弱势的时候我再提醒 回到周线的角度你去看 周线的角度我已经昨天跟各位讲了 反正这一根就是这一根 这一根就是这一根 这一根就是这一根 所以下个礼拜呢 台股要涨不容易 因为这一二三 就是这一二三 所以台股下周要涨绝对不容易 K线容易收黑 也就是说台股下个礼拜跌 但是跌 我昨天有跟各位讲 干清合适 就台股再跌干清合适 如果是这个话 当然就会有事情了嘛 对不对 对不对 短线跌是不是跌台硕 对不对 短线再跌的时候 是不是跌台硕 各位 是不是跌台硕化 它跌幅就比较大 但是啊 这个跌幅比较大 包括什么 金融股是不是跌幅比较大 就这几天你看到是什么 跌幅他们跌幅 确实都比较大一点 因为之前资金都纵扎在这里 拉抬了什么 金融一个波段 它拉抬了一个波段上来 拉抬一个波段上来以后 接下来你去看 上柜电子股 之前是不是先跌 那你告诉我 现在它有跌吗 它还是相对强势啊 它还是相对强势 就代表什么 资金就这么一套 涨多啊 就有获利回吐 我刚才讲说 涨多是不是有获利回吐 所以你去看 说话股 说话股 涨多了 它有没有获利回吐 当然有 来 钢铁股 涨多了 它有没有获利回吐 当然有 各位 金融也是一样嘛 涨多了它获利回吐 但是上柜股票 它相对于所有的各类股 传产跟金融来讲强势 那代表什么 代表电子还在相对的强势 那电子还在相对强势 资金只有一套之下 它一定是往什么 量能不出 我讲过 量能不出 难道你要寄望这些大型股涨吗 量能不出的时候 你会寄望台积链涨吗 你会寄望这些红海会涨吗 各位 就是量能不出的时候 这些大型股容易涨吗 各位你去看一下 这些大型股量能不出的时候 它会涨吗 当然不会涨 无量变无价嘛 大型股的股本这么大 你没有量怎么可能推得动 那就是往哪里 往小型股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小型股 股本小的低价股 或股本小的高价股 这些股票 它就容易怎样 活蹦乱跳 只要是强势股 它就轮动轮涨 所以每天你会看到说 这些个股在上涨的里面 可以说是什么 轮动轮涨 每天都有强势股 对 强者很强 你没有看到吗 各位 这些红短线强不强 也是强势股啊 资金只有一套啊 各位 包括上贵股票里面 这些个股都是强者很强 在轮动轮涨 每档都是啊 对 只是涨多啊 你要知道获利回吐的时候啊 我讲过 这里一再提醒没有量 到过年 大概台股的量能要出来不容易 因为在元旦跨年 又农历年之下 假期的效应之下 整个大盘的量能要释放出来不容易 但是啊 越是如此的时候 量能越是不出来的时候 它量能越集中在小型股 要代表说小型股短线 一定是你布局的标的 所以我再提醒要有两手策略 第一个一到两档 波段持股 这个波段持股呢 它会让你怎样 获利良多 另外一种是什么 短线操作 就好像我跟各位讲 来 有为科王老师出了没 王老师会员出了没 各位 3580啊 对不对 它就高档高姿态嘛 你就等待嘛 时间到温度到了嘛 我讲过村众一粒数 出售万科子嘛 你只要把一颗好的种子啊 只要它业绩题材 现行筹码 尽在掌握之中啊 时间到了 温度到了 就像鲍玉米花理论 至少啊 它在这一波 你看到它在高档高姿态强势整理 但是呢 加权指数是什么 这一波 来 你从这里开始看 你去看好了 从9430 一路跌 对 它跌下来 但是你告诉我 温威科有跌吗 它在高档高姿态强势整理 大盘在跌的时候 它还收在28.35 你在这一步局的话 各位 赚了快五块钱了 我跟各位讲两成 但是如果你去买这些股票呢 你告诉我 对不对 赚在哪里 赚在哪里 很多人喜欢做联发科啊 对不对 喜欢做联发科啊 对不对 但是连线型你都不懂的话 我说很多投资人啊 都漠视一句话 就是量价限为股市领先指标 量仙价行 股价先走 消息随后 财报电后 都漠视了这个量价限的问题 只认同说 这个联发科是好公司 是台湾难得的IC设计的股王 是一个好公司 它是好公司 当然是好公司啊 但是 好公司 它让你进场 你会获利吗 我们常讲一句话 不管黑猫 不管白猫 只要会抓老鼠猫 就是好猫 一样嘛 联发科 它有让你赚钱吗 各位 可曾 它有让你赚钱吗 没有让你赚钱 那它是好猫啊 对你来讲 这公司是不是好公司 当然是好公司啊 但是对你来讲 它是好猫吗 各位 它告诉你 它让你赚钱 对不对 它告诉你 它让你赚钱 对不对 这一段 它是不是让你赚了 它就是好 对不对 各位 它是让你赚钱 它是不是让你 就是好 这些都是王老师 带领会员 操作的股票 各位 你去看一下 这些啊 它是不是好股票 会让你赚钱 就是好股票吗 不会让你赚钱 对你来讲 就是不好股票 所以你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啊 我常讲 有舍就有得啊 你窝得越紧啊 越不愿意去跨出那一小步啊 当然 你会发觉说 你的生活 就在忐忑不安之中 但是你跨出那一小步的时候 你就发觉 人生改变了一大步 所以王老师告诉你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操作 欢迎你赶快跟上脚步 最后祝各位操盘顺利 本投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加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就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在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 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 数位超 easy 生活更happy 好 各位投资朋友 好 王老师在这个礼拜六 早上在高雄 十点到十二点 台中是下午两点半到四点半 台北是星期天下午两点到四点 好 这场讲座 王老师告诉你 如何布局标股趋势 说清楚讲明白 准备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 会有倍数获利契机的标股布局 赶快拿起电话 跟线上注意联络 古海茫茫千变万化 多空趋势如何掌握 其实 您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启发投雇 卓越理财团队 整合优势资源 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 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选择 永远只有一个 启发投雇 02-2389-5489 2389-5489 启发投雇盘中收费语音 0204-58966 0204-58966 投资理财是一辈子的事情 启发投雇用最细腻的心思 为您做最专业的分析 稳定的投资控管 涨势做多 跌势做空 灵活的资金运用 顺势多空 双向操作 带领您避开工械 追求最高绩效 给自己一次积极创造财富的机会 致富之路等您来加入 启发投雇02-2389-5489 2389-5489 玩人很环保吗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是不是一只鸽子 背着高丽菜 那是环保标章 你看这边有说环保啊 你看全天然 这样就好 不是吗 有环保标章才是 对健康好 对环境好 而且轻火增幅厌城通火呢 最好还是上 预设生活咨询网